别人都是樱桃小嘴 这个男人却长着血盆大嘴 他竟直走到女孩面前 将他整个吞下 只见他左右摇摆 女孩就这样被他吃掉了 而这一幕刚好被一对妇女看到 男人意识到被人发现 立马合上大嘴 朝他们的方向走来 妇女俩见此情形 慌忙的发动汽车 与此同时 食人魔也步步逼近 好在他们及时启动汽车 逃过一劫 望着二人离去的方向 食人魔心中似乎有了不意 大花回到家中 听到猛玩有动静 他打开门后 外面空无一人 可就在扭头间 那食人魔却推门而入 他对着大花缓缓张开嘴巴 瞬间就变成了马桶大笑 朝着大花的方向 虫冒过去 危急时刻 大花举起棍子 打算给怪物刷刷牙齿 食人魔却一把拽过棍子 留在地上 大花见识不妙急忙逃离 怪物咧着大嘴追了上去 他一股脑的跑到爸爸家中 还没来得及伤乱对策 食人魔紧随其后 出现在他们面前 父女两人赶忙驾驶逃离 刚走出去没多远 就发现了在公园里 被吃掉的那个红衣女孩 爸爸想搞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女孩只记得 自己的父母都被怪物吃了 然后就一问三不知 身后的怪物也追了上来 他们带着女孩一起逃跑 躲在男友家中 万万没想到啊 眨眼间 爸爸又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大花却看到红衣女孩 正对着爸爸在那咒语 他大喝一声 嗨 女孩趁机慌忙逃走 大花抱着父亲伤心欲绝 下一秒 他赶到脚上无力 脱掉鞋子才发现 原来48码的小脚 俨然变成了28码的大脚 就连一旁的女儿都看乐了 男人的尊严何在 他打算去找石人魔讨要说法 巧的是 怪物自己送上门了 父亲全然没了刚刚的气焰 石人魔却更上人意外 他只愣愣地跪在地上 接着张开嘴巴 是一副女俩主动钻进去 尽管大花很害怕 但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他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只见他使劲把头拱进去 父亲不可思议地望着大嘴 一眼了口唾沫 也跟着钻进去 两人在这里发现了异能空间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 原来大嘴只是一个入口 他不能说话 只能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们 大嘴声称自己是天使 此次前来只为抓捕 附身在小女孩身上的恶魔 恶魔利用小女孩制造了很多分身 男人的小脚只是半成品 想要解决掉他唯一的方式 就是把他丢进大嘴里 说完头顶出现一个漩涡 将他们传送到外面 第一次见到这么独特的天使 大嘴兴奋极了 大嘴嘱咐他们要提防红衣女孩 随后便转身离开 可下一秒 喷的一声传来巨响 大嘴天使竟然被妈妈开车撞死 他们只好把天使装进后备箱里 然后载着尸体去寻找红衣女孩 完成天使生前的任务 大嘴在路上逮到一个分身 把她绑了起来 想要问出恶魔的位置 却不料更多的分身 很快就围了过来 大嘴见状 抱起红衣女孩就塞进大嘴里 可身后又出现一个 拽着她一起掉进大嘴空间 在这里 红衣女孩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像大花哭诉着 原生家庭带来的委屈 大花心有感触 不禁抱起女孩 想要给她安慰 可万万没想到啊 大花此时已经被黑暗侵袭 恶魔附身在她身上 外面红衣女孩的分身 全都变成了大花的模样 她们就像行尸走肉一般 纷纷跳入大嘴空间 原本都是被黑暗控制的人们 在这里释放完能量 统统消失不见 大花被迫吸收这些能量 转而变得越来越强大 她用仅存的理智拼命抵抗 突然 爸爸闯入空间 她看到痛苦挣扎的女儿 开始将恶魔之力往外拽 也许是伟大的父爱 在最后时刻救回了女儿 可大嘴天使已经没了呼吸 妇女二人可能再也出不去了 就在这时 一条绳子缓缓下落 原来是妈妈和男友 在外面盒里将两人救了出来 那些被红衣女孩附身的人们 全都恢复了原样 恶魔彻底被困在大嘴空间 这是一部喜剧恐怖片 剧情很潦草 天使也很脆弱 大嘴空间充满奇幻 唯一的遗憾就是 既然要称之为天使 为什么不找一个好看点的天使呢